一个人玩蛋仔派对 跟好粉丝一起玩蛋仔派对 有什么区别 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玩蛋仔 开局就落后 滚动一开就变成了球 结果滚着滚着就掉下去了 只能再来一次 这一次你学乖了 等到有路了再继续走 路上的道具你也不放过 放了个传送 没想到就到了铁板上 这回还是老老实实过吧 接下来是吹风筒 你出来没有及时调整方向 又挤挤了 只能再试一次 队友看了 都像吃了九转大肠一样难过 可这还不是最造型的 更离谱的是 两个吹风筒就把你给整晕了 等到再出来时 已经是一个被摇晕的蛋了 就这样 跌跌撞撞好几次 还是没有通关 咱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惨 倒计时开始了 队友真看不过去了 结果你最后一个跳扑 还是失败了 一直到最后两秒 你终于还是 拜倒在距离终点两米的地方 踩到 让人气愤啊 当你和粉丝蛋一起玩的时候 开局就会被粉丝抱起 游戏开始 直接两个连炮 到第一名 一个闪现 躲避身边的障碍物 再捡道具缩小 不好 又被超过了 不过没关系 但主打的就是一个吻字 粉丝蛋再来一个球炮 有一点目的 但接下来为了真气 你会 小心的略过障碍 就算是变成球了 也不能掉下去 直接奔向终点 就这速度 也只是没拖团队的后腿而已 再看看其他的老鼠蛋 一边跑 还能一边发表情 时间不多了 就直接变成球滚动起来 结果 却被砸下去了 哭了 这看来是挺伤心的 你说我为什么会看得到 还不是因为 我们三个混蛋 站在高台上观战嘛 没错 你第一名过关 第二关 二话不说又是一个反手爆 我丢 我再丢 一个冲刺加速 滚动机能OK了之后 直接加速滚过去 变成第一名 这时候 有人追上来了 不要紧 我稳住 队友真的拿第一 紧跟在前面那个美装蛋的身后 不好 有训警 摔了一下 不过没关系 队友已经过关了 结果被障碍物杂哭了 一个滚动加速过去 肯定又是第一名过关 第三轮 开局同样的套路 不过 菜单还是菜单 这个都没过去 但是 有了粉丝蛋的帮忙 你每次派对 都是第一个 被陈泡物线丢出去的 他们总能 让你赢在起跑线上 至于后面嘛 还能借着粉丝蛋 直接传送到终点 实在不行的时候 粉丝蛋都变成混蛋了 都会出来抱你过关 你们也会在终极关卡 抱着你逃命 不得不说 可真好呀 爱你们哟 我也想当一只 这样的给力蛋 但是 我实在是找不到 比我更才的蛋了 我会努力 变成一只 你们看得起的蛋蛋 谢谢大家